來關心這個離岸風電 它不僅是綠能中重要的一環 人才的培育也是產業中不可或缺的 那麼今天行政院長陳建仁 就到了台中清水風訓中心視察 瞭解這中心是如何的培訓風電的人才 同時也勉勵未來可以成為 亞洲風電產業訓練機構的領頭羊 行政院長陳建仁 今日南下來到台中清水的風能訓練中心 視察離岸風電設備 同時也了解風訓中心如何培養在地人才 專業人員爬上風訓艇 藉由高深度的訓練游泳池 模擬人員遇到狀況時該如何因應 這也是風訓中心海上求生課程之一 陳建仁表示風電不僅是綠能中重要的一環 而培養本土風電人才也是產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台灣的產業發展有三個東西很重要 我說好你這都看 第一個人才 第二個人才 第三個人才 他說人才沒有人才訓練 不可能有研發 不可能有創新 不可能有整個上中下有的整合 所以這個人才的培訓是很重要 所以剛才說我們的發展量是亞洲第一 而且還把這個課程輸入到國外 這真就是台灣的驕傲 台灣就是要走出去讓全世界看得見 這就是一個演化 所以我們可以成為亞洲的 離岸風電訓練的第一品牌 實在是不簡單 而在清水的風訓中心 是國際風能組織GWO所認證的訓練機構 教授包括緊急救護、徒手搬運、火場應變、高空作業、海上求生等五大訓練 也希望藉由課程提升風電人員的應變能力 因為我們這一個在台灣很難得有取得這個國際認證的訓練機構 那這邊我們有算是有三年的成績 業績也算很好 所以我們開發新的市場有包含訓練他們 怎麼去規劃設計整個訓練中心 怎麼培養教師 怎麼去開課程 這些都是拿我們台灣的經驗去copy到國外 隨後眾人也視察現場高空塔作業 演練急難時人員如何垂降以避風災時的危險 院長也期許風訓中心未來成為亞洲離岸風電訓練的翹楚 持續培養人才奠定風電產業的基石 Кстати,今時我是不是一應對的 臨時二為了 二等 army 來練習野党的由居然